日本八月排放首波核出离水入海 引发中国强烈反弹 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在渐满一个月之际 日本与中国的对立状况尚未看到尽头 对日本水产业者影响持续扩大 特别是日本销网中国占比高的樊利贝 明显出现库存过多及价格下滑的情况 根据日本政府水产厅调查 北海道青森县及岩首县等地的樊利贝交易价格 在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前下跌超过一成 而在青森县横冰丁渔鞋 近期也决定暂缓十月的海森捕捞作业 因为产品无法销往中国 无法预想会有业者采购 由于首波核处理水排放至今 日本持续对周边海域进行海水寒川浓度检测 确认安全上无余水产也符合标准 计划最快九月底进行第二波排放 排放量相与首波一样 约7800吨 日本政府正积极促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袖会谈 判尽速处理日本水产出口问题 中央社综合报道